东华富小推动国际交流 为了让美国姐妹校的学生 了解台湾在地的菜市场文化与特色 14号上午 东华富小二年级的师生 来到中华市场展开走独行程 而市长魏佳燕也化身地培 与中华市长自治会主委 郑元璋进行导览 发扬地方传统市场 蕴藏的特色文化 东华富小师生一行80人 走进了花莲市中华市场 这里刚完成了美学改造计划 不少摊位招牌摆设都换了新装 包括市场入口 还有走道指引也都换然一新 跟过去传统市场的印象稍有不同 看起来更明亮 也更贴近现代风格 希望可以让孩子们 有更美好的传统市场体验 今天是我们东华富小后的 所有的孩子们 一同来到我们中华市场 来看看一下我们传统市场的一个 早上采买的一个过程 那真的很开心 那我想其实我们东华富小 之后也会到我们蒙特利小学 去做一个姐妹校的一个交流 那在这边也会跟我们姐妹校 分享一下我们市场的一些 交流的一些经验 可以把我们传统市场的一些故事 可能一些采买 还一些人情味的故事 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姐妹校的这个部分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包校长 还有我们的郑主委 那会带领我们孩子们 一摊一摊的介绍 不管生死熟死 都会做一个详尽的一个解说 也希望说 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孩子们 可以一同来到我们市场 做一个采买 或是一个参观的一个动作 中华市场管委会主委 郑元璋为同学来做市场导览 透过解说帮助孩子们了解 市场的发展脉络 从中也认识餐桌上的食材来源 并感受市场的人情味 摊乡们在忙碌中 也和同学们进行简单的访谈 包括了食材的产地来源特色 商品陈列的顺序位置 让传统市场变成了 学习环境教育和食农教育的户外教室 市长威家宴也和学童们互动 分享买菜的经验 过程中欢笑惊喜声不断 威家宴希望孩子们透过这次参访 可以找到生活和市场的连结 也把花莲在地市场的文化特色 可以和国外学习伙伴一起来分享 介络会欢市报道